诗雅今天不错啊 跳起来像跳舞一样 欢快一点 欢快一点 好 就这位置 倒下去 沉阳 抓住诗雅 记住啊 准确 浪漫啊 诗雅 进一步 好的 导演 来 预备 开始 停 我都没准备好 你倒下去干什么 我手哪有那么快 对不起 导演 那我再来一次吧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冷不冷 还好 好 没睡到哪里吧 我真的没事 放心吧 好吧 那回去吧 加油 大家准备 开始 也是吸血鬼 没有准备好就不要来拍片 本来就很难抓 谁反应这么快 多试几次就可以了吗 你谁啊 你说不拍就不拍 事实上可以 何夕在隔壁吗 在 你把他叫过来吧 把他换了 嗯 您好 崔俊赫 您好 崔主编 您好 听说您从来不来看场啊 怎么今天过来了 没事 我就过来看看 我们会很快再见 李诗雅 啊 秦燃啊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谁啊 就是刚才说要换男演员的那个人 他有那么大权力吗 你呀 在这个圈子混都不知道多了解一些 他就是现在最有名的杂志编辑 叫崔俊赫 别人都说他长得特别帅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好吧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男模特呢 反正不管怎么说 多认识个人也没有坏处 以后 你跟他还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呢 我下周没有工作 上次你说旅行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一起 施雅 你怎么来了 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志昊 就是上次你说去旅行的事 我这次来想告诉你 我 我 那个施雅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点工作 晚一会儿我去找你 这是什么情况 那个男人 不是上次见过的那个吸血鬼吗 这个 是我新作品的编辑 他来找我开会 一会儿我打给你 哦 好 拜拜 那个吸血鬼在他家做什么 志昊家不是不能有别人进吗 虽然志昊有洁癖 但难保那个怪男人 我都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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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公司对江志昊先生的作品 一如既往的有信心 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原来这种风格 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协助你 如果有什么困难 记得找我 我们一起解决 谢谢你 对了 刚才那位小姐是 她是我的女朋友 之前听外界的传闻 我以为你是那种不会交女朋友的人 其实呢 我也是第一次对一个女孩敞开心扉 施雅 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 是的 你们确实很般配 那我先告辞了 有困难 记得找我 我 你 你 你 志昊 是呀 你那么在这儿 等很久了吗 我没什么事 就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 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有没有摸你啊 摸我 还在呢 等这么久 你们俩感情很深啊 那我等你电话 诗衙 进来说吧 志昊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刚刚签约了一个小叔的连载 他是这次的负责人 叫崔俊赫 他对这方面的小说还蛮有经验的 所以他会全程协助我 所以可能也会经常过来 经常过来 你不是还不喜欢跟人接触吗 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合作写书 而且我觉得你姐姐说得对 我要慢慢试着和别人接触 之前都是施衙你 为了我 在努力 在迁就我 我觉得我现在 也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所以 你别担心 对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来着 我下下轴 那把时间空出来 怎么办 我又不能直接跟志昊说 那个男人是吸血鬼 但是我能有什么办法阻止你呢 可是 我也不能把一个吸血鬼 这样放在志昊身边 虽然说是两个男人 可志昊那么特别 味道又那么好 不行 我不能放任这件事情不关